全台正式降級防疫二級警戒 捷運車廂人潮涌現 路上車流也明顯增加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以日本前後四次緊急事態宣言為例 一旦解封疫情馬上再次爆發 坦言心裡還是毛毛的 我今天看到車流量上升 我心裡面還是毛毛的 因為後來我們要講 有時候要很誠實的講 我說我們台北市政府 我們有把握比日本東京政府還厲害 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不敢說一定比他差 但是說一定比他厲害我也不敢講 日本都做不到 日本都已經三次破功 打疫苗是對抗病毒的終極解決辦法 有議員提議北市府 應盡快建立管理機制 讓已經打完疫苗的人 可以自由出入各種場域 或到餐廳內用 對此柯文哲表示 這項工作已經在環南市場試驗成功 環南市場已經試驗成功 就是說我把健保資料庫的資料下載 然後每個人就有一個悠遊卡 這悠遊卡 因為它上面有卡號有身分證字號 我們就知道說這個卡號 疫苗是不是已經打滿 第一劑打滿14天了 試的話你知道 它在經過那個出入口的時候 逼就過去了 此外農曆七月普渡即將到來 北市府也公布相關指引 包括宗教團體禁止繞境、禁鄉 平安餐、福宴也不開放 一般公司理辦的活動 需遵守室內50人 室外100人的總量管制 儘管有些不方便 但後疫情時代 大家還是得學習如何與病毒共存 記者游祥亭台北採訪報導